你好,中美甄霸威,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11月12日的威,大家好 香港的經濟,我想美國連續兩次不加息 9月中和11月頭 知道他連續兩次不加息,應該會有次氧的反彈 但是呢 升到 曾經穿過萬八點,就到頭下跌 為什麼不行呢,現在呢 有一個說法,我認為也是合理的了 就是因為日元再次暴跌 對美金呢 一美金就兌151.44日元 對港幣來說,100日元是跌穿5.15 日元這樣散化,為什麼會對香港經濟有衝擊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一下 另一件事,關於緬甸那方面 始終呢,我上次的節目呢 我是沒有說得很清楚 我說不知道 究竟彭家昇的兒子 彭懷人,另一個名叫彭大信 為什麼會這麼順利呢? 戰神上身呢? 打到緬甸軍政府一波一波 那我是不是暗示著 這個大陸政府的資助他呢? 我沒有這樣暗示 那但是 大陸政府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資助聖彭這家人呢?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有些網友都會這樣問我 對不對? 另外有些關於聖彭這家人的事情 都有些網友質疑我 所以我都有回應 好,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受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 還有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那我們說回 這個 日本的問題 其實呢 早幾天已經在說 說日本 的GDP 由全世界的第三位 竟然跌到第四位 日本的GDP 超過德國 是由1968年 已經超過了 那時候是世界老二 最大是美國 第二是日本 蘇聯那些就不懂得計的了 但是後來呢 當然日本呢 GDP的排名呢 就不斷地跌的 2010年呢 就由世界老二呢 就被大陸呢 就跨越了 現在大陸的經濟的規模 甚至是日本的四倍 或者更多 不要管了 但是呢 日本現在呢 進一步 他的經濟的規模 用美元計的數字呢 竟然跌到 連德國都不如 他本來爬過德國頭 已經超過五十五年了 由1968年到 現在二零二三 但是二零二三年呢 直接就 到日本倒退之下 是相信呢 今年的GDP呢 因為日元這樣倒下 是會小過 德國 因為歐羅呢 沒有跌得那麼厲害 那不是說德國的經濟很好呢 那德國當然經濟不好啦 是不是啊 我見呢 索爾池呢 德國的總理呢 不斷戴那個 猶太人那頂黑帽啊 那就是說呢 猶太人死了人了 他很傷心啦 猶太人呢 就被哈馬斯拘捕了人 那他就在那裡 就做了動作 就說 很同情以色列 譴責哈馬斯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德國呢 現在的經濟呢 真是很嚴重的 因為呢 他已經是發展著去工業化 沒有了俄羅斯能源之後呢 他依靠中東能源 但是現在因為 他曾經 德國有個不好的歷史啦 屠殺過猶太人啦 無論 是不是真的 美國人所說 有六百萬這麼多啦 其實這個數字 我有所懷疑 但是屠殺是有發生過 我認為有的 但是有沒有六百萬這麼多呢 我真的有點懷疑 你看西方很喜歡 將那些數字誇大 六四暴徒有二百多人 計算公安死了三百人 他們吹到呢 三千甚至上三萬 那些數字 任去吹的 什麼都好 德國佬呢 其實經濟是不好的 因為現在面對的危機 就是 他 撐以色列是得罪了中東國家 如果 這個 戰爭 最後是演化為 伊朗下水的話呢 德國呢 基本上呢 就有機會 是徹底沒有了能源 中東的能源也沒有 俄羅斯的能源也沒有 但是德國的經濟是很差很殘之下 但是歐元基本上沒有跌得比日本那麼殘 因為歐元呢 其實呢 現在面對環境都很惡劣的 因為呢 這個冬天相信是冷的 譬如說 中國那邊 哈爾濱落雪到飛起 估計這個冬天很冷 很冷 沒有了俄羅斯能源 你說 是不是很容易過到這個冬呢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德國如何 但是日本呢 很明顯是很不行的 它 股市上升到三萬點 但是你說 日本的車 已經不是世界的出口冠軍的了 是已經被大陸搶了 全世界出口最多車的呢 是大陸 而且是全部新車 哈 日本呢 現在計呢 它出口車呢 還要計上二手車和新車 混合來計 什麼都好 日本的汽車工業呢 已經被大陸打到呢 坦坦腰的了 做船業 也都是不夠大陸來 因為呢 可能 人力成本的各樣東西 哈 但是已經呢 可能說 大陸呢 已經是一個大的國家 去做船業的巨大的供應鏈的配套呢 就算你日圓這樣倒塌呢 成本低了都好 都沒有辦法 追到大陸這個呢 供應鏈那個規模龐大的優勢哈 現在呢 日本呢 是很難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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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什麼都好啊 日本不行還不行 但是 為什麼 日圓 是不是真的沒有 是真的這樣哈 好像 好像一個斷線風箏 那樣 直線倒塌呢 散的呢 我相信呢 日本呢 就是原本是可以 稍微加少少息 由他的零息政策去到 稍微有少少息 好過令到日圓呢 好像是完全 對美金來說好像是不斷跌不斷跌 無止境的 但是我相信日圓呢 這個跌呢 就是配合美國的金融戰 因為日圓一倒塌的時候呢 某個程度上呢 我們按照過去幾個月的趨勢呢 日圓一次又一次這樣倒塌的時候呢 人民幣呢 就不敢升的 因為人民幣如果升的話呢 那就是說呢 你日圓玩大減價 就是日本車是便宜了 那就是說呢 中國車呢 也都會呢 相對你日本是貴了 為了呢 保住這個汽車市場呢 人民幣呢 就不會呢 是會很急地反彈 所以每一次日圓這樣倒塌的時候呢 會拖到人民幣呢 我見到它反彈到呢 一美元兌7.27美元呢 現在跌回到7.29 那時候宣佈了 不加息呢 人民幣是反彈了的 但是現在又跟著日圓倒塌 人民幣一倒塌呢 某個程度上就令到香港呢 很多時候很多股票計的數字呢 是會計少了 譬如說騰訊阿里巴巴 或者百度這些呢 它運作盤數是用人民幣計的嘛 人民幣跌了的話呢 就是說在香港的股市呢 那個數字就要 盤數小了 它營運的數字就是隨著匯率跌了 而小了 股價會倒塌了 股價倒塌了 股價倒塌了 影響恆生指數 這個就是令到社會氣氛差了 而人民幣 你如果長期保持低位的話 香港呢 所有東西都是偏貴 所以呢 沒有什麼大陸旅客呢 都不是太願意來香港呢 去消費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一些大陸的人財 或者不同國家的人財 喜歡來香港呢 會 所以呢 招人財呢 容易了 因為呢 賺香港的工資本 本身因為香港的紫水貴嘛 是不是 其實呢 這個是對香港經濟極之不利的 但是香港經濟不利 是因為你西方控制了日本 對大陸打金融戰 你進完這樣 跌好像毛子徑那樣 大哥啊 我記得呢 那時候啊 亞洲金融風暴最低都好像149而已嘛 現在你跌到151好像沒有譜 那樣的 好像斷線風箏那樣 那樣的形勢 我的感受就是這樣看啦 那最後啦 和大家說一下緬甸的問題啦 那就是說呢 我們看到有一張圖 應該是BBC那邊最初圓著的 那他就說呢 在穆者 即是瑞麗的南邊呢 是政府軍呢 是被呢 果敢和民軍呢 連續奪取了多個重要城市的哈 果敢在這個邊道 老街就是果敢啦 那 那 那 這些重要城市被人奪取了之後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路干 以 西 啊 一大浸來講呢 都是會被果敢和民軍奪取了的哈 這個呢 他控制的範圍呢 比當年呢 這一個的 呃 就是緬甸共產黨呢 控制的位置呢 還要大的 啊 如果我說給第二個呢 比較大家清楚一點的地圖來講呢 那這裏是瑞麗啦 或者是穆者啦 現在呢 這裏這條邊呢 就是叫路干啦 那這樣 現在這裏 以南的一大段領土呢 都被果敢和民軍吞併了 跟著呢 就果敢和民軍就是說 彭 家聲的兒子 彭懷人呢 準備攻入果敢 就剷除四大家族 那這件事究竟剷不剷除到呢 我不敢肯定 哈 這個呢 因為我 都是看二手的文章 不是在裏面 哈 因為這些消息始終都是 我們都是經二手的而已 但是有個趨勢呢 就果敢和民軍呢 現在控制的範圍呢 是有機會攻入去 哈 四大家族的路 那所以呢 軍政府呢 就準備呢 就支援四大家族 就是現在呢 很明顯就和果敢呢 呃 果敢和民軍就包圍了四大家族 就是現在果敢裏面 哈 老街裏面 跟著呢 政府軍呢 和果敢呢 可以說呢 一起夾擊近呢 和民軍的 不過呢 軍政府那邊的軍力呢 基本上戰鬥力真的不是那麼高啊 這個夾擊有沒有用呢 不知道 我們看進一步的結果 但是很明顯呢 果敢四大家族呢 就真是搞的 電話詐騙呢 就是做得很離譜的了 哈 基本上呢 令到中國共產黨呢 很不妥 所以呢 有很多人說 哎 現在果敢和民軍 姓彭這家人 哈 他爸爸彭家聲 以前是共產黨員 就是緬甸共產黨員啦 是不是真的 中國政府資助他呢 這樣 喏 基本上 喏 我的理解啊 我就認為中國共產黨 沒有資助的 喏 即是我 上次是 說不知道啦 今次我 比較修正點的看法就是 認為 中國共產黨 沒有資助的 因為中國共產黨 他們的做法來講呢 就避免呢 入侵呢 緬甸領土呢 免得東南亞亞其他國家 譬如說 老窩啊 泰國那些呢 那些人呢 在這裏 嘻嘩鬼叫 明白嗎 那 彭家聲呢 很明顯呢 裡面的 軍火呢 會來自 黑陰邦 來自 雅邦 來自呢 還有一個叫做 晚拉 的地方 因為呢 其實呢 他們呢 當初呢 緬甸共產黨呢 就 瓦解的時候呢 就和緬甸軍政府呢 談判 所以呢 他們就拿到四個特區的 一個叫做黑陰邦的第一特區 就給一個姓叫丁 丁英的人 有中文名的 叫做板瓦王 即是俗稱叫板瓦王 彭家聲就做了一個叫做果錦王 啊 然後呢 刀友祥 你不知道什麼都好 叫做雅邦王 跟著有一個叫做晚拉王 這四個特區呢 其實 設立的時候呢 是同時出現的 那 這個讀個丹字 不好意思 我上次讀了善邦 丹邦第四特區這個林明賢呢 其實這個晚拉王呢 就是晚拉那個地區裡面的 土皇帝啦 這個林明賢原來是彭家聲的女婿來的 就是說呢 他們這四個特區呢 就是在緬甸的一些邊境啊 那麼他們在緬甸的邊境來說呢 基本上他們呢 就不願意軍政府呢 是可以控制到呢 中國和緬甸之間的這些邊境的 如果他們可以控制到呢 整個緬甸地帶呢 被他們控制完的時候呢 所有呢 中國和緬甸的貿易呢 都經過他們呢 他們就可以呢 賺很多錢 明白嗎 所以呢 2009年的時候 緬甸軍政府呢 奪取了果敢啊 和四大家族勾結 趕走彭家聲的時候呢 是令到他們壟斷 這些中緬邊境的土地 是被緬甸軍政府有突破的 所以呢 他們四個邦啊 剛才的晚拉啦 亞邦啦 黑欽邦呢 是有動機支持彭家聲呢 是趕走四大家族的 一就可以 令到啊 中國政府沒那麼興 第二 就是把緬甸軍政府的力量呢 驅離出去呢 中緬邊境 給他們這些的 中緬邊境的緬北的武裝呢 壟斷了邊境貿易之後呢 他們呢 他們可以在貿易裡面呢 可以壟斷了貿易呢 賺錢多一點啊 所以呢 我基本上 現在比較傾向呢 就是 中國共產黨呢 沒有支持彭家聲的 第二件事 有人跟我說 彭家聲呢 是他 曾經被下屬趕走啦 接著後來回去了 2005 1995年到2009年 這14年裡面 彭家聲有販毒 那基本上呢 我呢 上次的節目是沒有提他有沒有販毒 那基本上呢 我只要回答呢 我不知道啦 我只要知道呢 因為聖彭那家人呢 離開了果錦09年之後呢 在那些山頭野嶺走來走去呢 他就連販毒的本錢都沒有 就這樣啦 這十幾年 但是他 彭家聲 有14年 連續控制果錦 究竟有沒有販毒呢 不如我就回答 我不知道好了 你說彭家聲是不是一個大毒囂 很壞 或者是好還是不好 我不是太清楚 因為都是二手的資料來的 這裡我先說到這裡